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 Python里面的字串处理 好 那在讲字串切割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前几次呢 有同学问到几个问题就是 像这个 它是这个输入的时候呢 它是两个资料在同一个RAW 同一列里面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两个资料呢 拆开成两个变数 然后做后面的计算 那像这个问题呢 我们 来看一下 我们本来 在使用者输入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变数去接 使用者输入的值 对不对 Input 那我们把它印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一个字串 我们看它的type就知道它是 这个字串的形态 好 所以今天呢 假设我们在 资型的时候呢 我输入 这个8 它输出8 而且资料形态是 Stream 可是呢 我如果说 我要把它变成整数的话 我们会 习惯上去加上INT 就是接收到值之后呢 就马上把它 转换成这个整数 比如说 这个再执行一次 我输入8 得到结果呢 是得到值是8 然后呢是INT 可是我如果要输入两个值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这样子去做了 比如说我输入8跟9 他就会出错 因为8 空格9 没办法转换成整数 好 那我们的目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把8跟9 抓进来之后 转换成整数 做法就是这样子 怎么做呢 我把Input呢 改成是 这个 没有转换成INT 然后呢 这边用两个变数 V1跟V2 个别去接 但是这样接呢 没办法帮你拆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Input 它本身是支串 然后我们用切割的方式 切割就是Split 然后后面加括号 好 那把它切割成这两个之后 我再个别针对这两个 去做什么 资料形态的转换 所以V1呢等于 INT V1 然后呢 那V2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我把V2呢 转换成整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输出结果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 我输入8跟9 Enter 它就会把8跟9拆成V1跟V2这两个变数 然后呢 在第2行第3行的时候呢 做什么 资料形态转换成整数 所以 在第 6跟7行的时候 它显示出来的资料形态就是INT 然后你就可以做后面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把 输入的资料呢 字串变成 切割成两个变数 然后呢 有两个变数去接 接完之后再看你的 需求去把它 转换成相对应的这个资料形态 好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问题上面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一个题目呢 它是字串切割 那字串切割就是 我输入一整串的字 然后后面输入一个 变数 这个变数呢 是 我要用这个变数去做什么 转换成这个 把这里面的字呢 做替代 然后做切割啦 比如说Asia、Japan这个 转换成一行一行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达到字串切割的效果 所以从题目的描述上来看 使用者梳立串 文字 然后有切割符号 然后呢 透过切割符号的要求 去把字串切割成 一个一个的资料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在过去来讲 我们会有一个做法就是 用正列的方式来切割 就是用 字串的切割 切割完之后放到python里面的一个list里面 好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list 所以我们现在以 最直觉的方式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替换掉 把这个逗号呢 好 这边要求是用逗号去切 那把逗号换成一个反斜线N的一个换囊符号 他自然就可以做这样的切割的效果 好 所以我们来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假设呢 我们使用者输入 好 一样是什么 input 对 我们把它变成str1 等于什么 input 那我们在做切割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啦 一个是这个 这个 character 做切换的这个character 然后我们input之后呢 用splitter 括号 好 然后呢 做什么事情 splitter之后会变成两个 所以我们就print 我们就把 str1点 我们要把它做 替换 替换是什么意思 replace 然后replace 然后replace的话 前面呢是 旧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replace 旧的 就是你 自创里面的资料 你要把什么东西 印出来对不对 把它的这个旧的资料换成新的 OK 好 那旧的是什么 旧的是 你刚刚使用者输入的东西 然后新的呢是我们 说要用反斜线N 反斜线N在电脑上是代表在pithon里面代表 换行符号 换行符号 然后这样子换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做什么 把它放到str2 然后我们在针对str2做什么 列印 所以str2 那这样子照道理讲 我们 印出来结果就会被 切割 好 那来执行看看 好 那我们这边输入这个比如说 ROC 然后呢 豆号 JAPAN 然后呢 USA 豆号 OK 然后再空一个用豆号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是 CH 就是CH 吃到 吃到他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 换成反斜线N 所以他印到这边结束的时候他就换行下来 印到这边结束就换行下来 印到这边结束换行下来 然后以此类的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切割 所以 其实呢 你多了个str2可不可以把它改掉 可以哦 你就直接做什么 你就直接在这边 直接把它print 移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那你就 你这一题就两行就结束了 对不对 两行就结束了对 然后你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 好 然后空格豆号 我用豆号去切割 他就可以分行 这样可以吧 所以这个就是 在这一题上面 自创切割我们可以用repress的方式 去做切割 那因为 切割呢是用 换行的方式去把 豆号这个符号呢去 取代 好 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的作用呢是在于说 这个使用者输入 一段文字 然后呢 程式会把这个文字里面的 这个字母不管大小写全部变小写显示 所以你看说台湾的USA就变成台湾的USA全部都变小写 好 那这样子要怎么去做呢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尤其在python里面其实还 蛮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输入之后 比如说str1 Input 那这一题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不需要做切割 收到之后因为他就是自创嘛 所以就str1 然后我们要印的时候就什么 str1我们用 这样前后的差别来给各位看到 如果我在没有套用其他的指令的时候呢 他原始资料收到是什么 好 然后我如果现在点什么 我现在变小写所以 变成lower 这样子 lower 这样他就会变成什么 小写 所以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说比如说 TA 台湾 3 and u s a对不对 好啦 enter 他就变什么 这是你原本输入的资料 然后经过lower之后全部变小写 这样可以吧 所以就是lower就是达到变小写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题呢 其实也 蛮简单的 好了这一题呢 这是一个 剧情然后 讲完之后他就是要一件事情就是 写个程式呢把字 四串中 相同的字以另外一个字代替 所以这边你看到他输入的是什么 Asia CSI Taiwan 然后呢后面是i 然后用什么去取代 数字是1 那我要把它取代掉就是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用到的这个replace 好就是像这样子 好只是呢我在这边你看到输入有三个 所以我这边 第一个呢就是什么 我现在就不用split了 因为他是分三个 三个弱去输入 好所以第1个输入的就是文字字串 然后呢 str 旧的字 旧的字要被取代的字 然后 新的字呢 所以他有输入三次 这样子 然后呢 replace就是什么 我这是 str str o的 被新的取代 所以被新的取代就是str new 去取代 好所以尝试执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边 asia 空格csie TIWAN Enter我要把i 用1去取代 输出结果就是 各位有看到这边吗 原本的i就会变成小写 变成数字1 所以这就是什么 字元的字换取代 这样可以吧 所以用replace这个指令 这个函式呢就可以做到这个题目的要求 好 那接下来呢就会比较 特别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 取得 资源的ascii 扣码 那至于什么叫ascii 扣码呢 ascii 扣码就是美国国家标准资讯交换码 那早期呢是只有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再加特殊符号 所谓的特殊符号就是警字号and信号这些都是属于特殊符号 再加上数字 所以他是一个 这个 对照表 对照表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个英文字母之后 然后找到他的ascii 扣码对应到的数字 所以各位呢 如果有兴趣可以到网络上去找找看好你就Google查一下 ascii 表 你可以打Table 好那你甚至可以用Image的方式去找 你就可以找到像这样子 好那这边呢就告诉你 ascii 扣码是多少 比如说英文字母大写的a 大写a对应到的是65所以你输入大写a会得到65 小写a会得到97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可以得到这样的 结果呢 好那我们使用者输入 资料之后放到这边 假设他是一个character 然后呢我们要把印出来 印出他的这个 各位在这边呢可以去想像他是排在 这个表的第几个位置 用这样的概念去去思考 怎么样去取得ascii 扣码表 所以他从 顺序是0的话就是弄一直到这边 他排第65个是大写的a 好所以呢我就用一个指令叫ord 的意思 ord就是order 顺序 然后正在水的顺序呢str1 的顺序去取得 他的数字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 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小写的a enter 他就告诉你是97 答案对吗 有没有 好那我再重新执行一次 我如果 输入这什么小写的 好我用 这个at的符号下去的话他告诉我64 来比对一下 at的符号就是64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 你要去取得 你要去取得 ascii 扣码里面 这是你的英文字 对应到的ascii 扣码是多少 你可以用ord 括号的这个韩式去达到 你的要求 好 再来呢是取得中文字的万国码 unicode 好那unicode这个部分呢 他是比较 特别的 因为他 我们刚刚讲ascii 扣码是美国国家标准资讯交换码 所以他只有英文跟数字还有特殊符号 可是因为呢电脑的发展越来越 广泛 所以连中文字 韩国字 日文字 东亚各方面的字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字体 好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编码上转换的问题 所以就国际间的定出一个叫做万国码的东西 可以收入从全天下所有的字体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找出中文字 在这万国码里面的顺序是多少 那 输出呢是 49 419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么做呢 以后我们输入这个 输入这个对不对 输入这个中文字之后 我要去取得 他的这个 字 所以呢我们就用str去什么 incode 括号 好那里面呢我们就把它 显示什么utf-8 这是 用utf8去 去 做编码的一个动作 好比如说我输入亚洲大学的呀 好那输出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呢跟我们的答案不一样我们是 4191 因为在 中文字里面他其实就占掉两个byte的资料空间 所以呢我们这边用改成什么 我们改成uni 好这边打错字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unicode 然后呢底线 escape es cap esc ca escap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再执行一次 好那这边呢是unicode unicode 然后呢这个是unicode 底线 好 所以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 好这边输入 中文字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unicode 是代表unicode 然后4191 跟这个题目呢是一样的 好各位有看到吗 把它放大一点 好4191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未来会把它改改成这个 Python的输出结果 他输出结果就是b 然后一撇斜斜斜线 u 然后呢4191 就代表说是中文字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这个呢是 输入 比如说中文字 好那他的是8cc7 8cc7 这样子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输出 那使用的做法呢就是 这个 变数 自称变数点什么encode 括号里面是unicode的底线 Escape Escap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他的中文字 这是取得 中文字的一个 做法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在这边呢我是透过范例的方式让 同学知道说 你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 Stream的一些韩式 可以找到 你要的这个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是要取得 16进制的万国码 然后呢再把他的 相对应的中文字能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是这个 这个8cc7 那这是呢java里面的输入方式 那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在 Python里面我要怎么样输入万国码 然后呢输出中文字的这个操作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要写 一个让使用者输入的 所以我们用 x假设这是 变数 等于什么input 那使用者输入是一个字串 然后呢 我们先把x 印出来看看 OK 好那我们执行看看 好那我输入 斜线 UC U呢是代表unicode 然后呢8cc7 这是 他的万国码 好那输出结果是 斜线 UC U8cc7 那这个是跟我们的input是一样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个资料呢 变成是 中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在这个Python的share 直义式的方式去写 比如说 我们用v1 等于 直接给他值的话 写线 U8 77 777 这样 好那我们 v1 enter 得到的是这样子的中文字 好 所以我们print v1 就可以得到 中文字 好资讯的字 好 所以 按照刚刚的逻辑 假设我input是这一串的话 那为什么输出 这边可以直接变成中文字 而这上面不行 而这上面不行 你看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 我的那个字串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印出来 假设我在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 设定一个y 他等于呢 直接给定 然后呢 ux u 8 cc7 这样 我把y印出来看看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那我写线 u 8cc7 Enter 这个x印出来呢 是 还是一样没有变 可是我把y印出来 却是 这是什么 却是变成中文字 好那觉得很奇怪了 那我们是不是 合理华语 x跟y的资料形 是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看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加type 好 加type的用处就是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形别有没有不一样 好再执行一次 我们斜线 u 8cc7 两个都是string啊 那这下就投大了一个是 看起来两个资料都一样对不对 两个都是字串 可是一个可以变成 中文字一个不行 那到底是为什么 好那 我们要再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长度 Lens就是他的这个 使用掉几个byte 好所以我们用Len的方式 来看一下这两个资料到底他的 结果有没有一致 他的这个 长度 占据 使用记忆体的这个 这个长度有没有一致 好 不一样 Y呢只有一个byte 然后上面这个是 用掉6个byte 用掉6个byte 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判断一下 if 我们直接把它判断一下 我们比如说 X 有没有等于Y X有没有等于Y 这执行一次 斜线 反斜线 U8CC7 这边没有执行到 这个把print出来 比较这两个是否一致的这个 情况 把它结果输出出来 所以我们反斜线 U 这样 答案是FORCE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从这个他所用的位元素跟这个资料的内容 上面上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事实上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 那 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呢做编码 X呢先做编码 好了 编码的动作呢 是encoding 那encoding的话 它预设值就变成 那个万国码 所以我如果把X点encoding encode 就这样先编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编码完的X呢变成什么东西 反斜线 编码完的东西它前面加了个V byte 然后呢 加个他会多加一个反斜线 结果跟我们要的还是不一样 我们希望看到像这样子是资讯的值 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他的做法就是先把它做编码 编码之后 再来做解码 所以 再来做解码 所以你先encoding 编码完再做decoding Decode就是解码 解码的时候用什么呢 我们告诉他我们用的是 unicode 然后呢 减号 Escape 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就是先把它做编码 编码完之后你会看到刚刚看的这个 B反斜线反斜线 然后呢 U8CC7 那这样资料型它会变成binary 那个 byte 好那byte的话 再用编码的方式 再把它做这个 Decode 解码的方式 解码的方式呢是用这个 unicode然后把 Escape 反斜线的那个 符号呢 做 处理 然后呢 他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在这边输入 反斜线 U8CC7 得到结果就得到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呢假设我现在换成 反斜线 U8CC6 不同的编码 他看到的是不同的字 这样可以吗 好这边有个 4819 我们来试一下4819 反斜线U 4819 这样 我就得到我们的输出结果 OK所以这一题呢其实只有两行 但是在理解过程之中各位可以 去思考看看 这个输入的资料呢看起来是 一段编码 所以你要把它做编码的动作 然后再做解码 然后解码的时候是用unicode Escape 这是固定的写法 好那如果说你要改成其他的这个 参数呢 就会得到另外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边呢 建议各位 这个字呢不能打错 unicode- Escape 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好这一题呢 我们看到他的是判断大写 小写 或者其他字员 就是大写小写或其他字员 好 那输入的部分 你就去接收到一个字之后呢 去判断他大写还是小写 好那这样的题目怎么做呢 一样的我们让使用者输入 因为我们是输入字串之后去判断他是大写小写 所以一副 如果呢 X 我们可以用什么 STR 这个类别呢去点什么意思 我们要判断他是不是大写对 upper 这样子 针对谁呢 针对X 好那这样的结果只会true或fors而已 真或假 那如果说是成功 在这边条件成立的话代表他是什么 我是不是就要输出什么 upper case对 这样子 记得要加 引号 让他可以 当字串把它显示出来 好那否则的话呢 ELF ELF 如果不是他我马上在判断另外一件事情 STR是不是 意思是不是什么 Lower Lower就是小写的 Lower 针对X去判断 好那如果是的话我们是print什么 这个是什么 Lower case对 好 一样的这里面要加 引号 那你用弹药双印号都可以 那如果上面两个都不满足的话我们就说什么 Ls对不对 记得要加冒号 然后呢这边就print 这个什么 special 然后呢 Character 特殊字元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大写 大写a 得到的是upper case 小写的x 得到 lower case 然后呢这次输入 右括号 他就是special case OK 所以这题呢其实不会很难 他就是用 is upper 然后is lower 就可以决定 他是大写还是小写 那如果这两者都不是就是变成什么 special case 好再来看 这题呢是大写 大小写转换 大写 大小写转换 所以如果他是大写就变小写 小写就变大写 就做反向的动作 那这个其实 也不会很难 那我们之前有 这个前面有一题呢是把所有的小写变大写 把所有的大写变小写 好那怎么做呢 input x 所以我们判断一下 我刚刚这个其实可以拿来操作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他是大写的话我现在print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把他做 错 这边应该是要 x 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把 大写 is upper upper的意思是大写如果这个条件成立代表说 这个字是大写所以我就印出小写 反之呢我这边就是印出什么x 点什么upper 这样子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目的 OK来执行看看 输入大写的a我应该得到什么小写的a 好那输入 小写的z我应该得到大写的z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如果 条件 成立的话什么叫条件呢 如果他是大写 那我在print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变数点lower 他就变小写 反之呢如果是小写就会变成什么 输出他的 大写 点upper就可以得到大写 好以上提供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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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